国足以比三惨败亚洲三流队,先进球都被打爆,留给国足的弱队不多了9月5日晚上,2018年武汉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,进行了第二个比赛日的比赛,结果U14国少面对马来西亚队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打爆,惨到对手三球逆转,马来西亚的足球水平充其量也就是亚洲三流, 然而代表国足未来的国少却惨败给了对手,真是英的那句话,国足面前真没有弱队,首轮比赛,马来西亚队以1比2输给了韩国队,而U14国少则是2比1击败了阿联酋,然而此番面对马来西亚队,国少却显得没有太好的办法,在依靠高竞存率先打入一球之后,国少却被马来西亚队彻底打爆了, 接下来马来西亚队连入三球,最终3比1逆转击败了国少,这一场失利也让球迷对于中国足球的未来更加担忧,代表着国足未来的U14国少,面对着亚洲三流的马来西亚,在1比0领先的情况,下居然变得不会踢球,反而被对手连搬三球逆转, 下一场比赛国少要面对最强的韩国队,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,国少能击败对手的概率恐怕微乎其微,算上之前亚运会U23国足3比4输给沙特首轮淘汰赛出局, 以及程耀东带领的国卿0比1输给阿联酋,中国足球在近来遭遇了各级国字号球队的连续败仗, 李皮目前带领国足在西亚备战两场亚洲杯前的热身赛,他能否止住国字号球队联,叙述球的颓势,恐怕也是一个看点了, 当年在国足1比5惨败给泰国二队之后,民宿范志毅曾经愤怒表态,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,接下来要输越南,输缅甸,然后没人可输了, 如今范志毅的话也然成真,国足不但踢不过越南,踢缅甸赢得非常勉强,如今连马来西亚都输了,各级国字号的连续输球,也让李皮未来的执教更加困难重重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